中华大城乡台西村民挑着扁担 吊篮 里头装着贡品 一路到左水溪 放到提案上要拜西王 西王季仪还要收银纸祭祀孤魂野鬼才是完成 源自于1920年农历7月16号的西王季 在今年的中元节隔天登场 吸引文化工作者前来取景 没想到却变成远景来维持秩序 现场数十位摄影者与当地公庙主委杠上 因为庙方主委以防疫 村民有肖像权为由 拒绝外人 双方僵持半小时不欢而散 我们两个继续是外围来跟我们团 这样我们的镜子 本来我们的继续是都跟我们村民在参加 我们人们在外围的人在参加 我不是说不让他 我就说整个人 他在带的时候他口罩就拿来 我说他那个口罩没关系 你不要去 那我发现我没找什么 主委解释因防疫期间 光村内就有百人 加上之前乡内曾有确诊个案 为了村民着想才会阻止外人来拍摄 否则平时他可是乐意之志 很怕台北人 如果外面回来大家都想到 就尽量说村民大家都卖出 不过有村民认为前来取景的拍摄者 也是要记录这文化仪式 其实大家遵守好防疫规则也是好事一桩 但毕竟有确诊数出现过 主委见村民担心 这样的做法确实很难两全其媚 而每到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其实很多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桌好料 来款待好兄弟 不止之前AIT美国在台协会很用心 甚至最近连日本驻台协会也入境随俗 不只准备了澎湃的贡品整整一桌 还准备了像是日币跟新台币赛内的纸钱 最特别的 他们还把特制的台日友情口罩送给了好兄弟 还说希望天上地下都戴好口罩 让肺炎疫情早日结束吧 桌上摆满丰盛的贡品插上普渡旗 不只有金纸 零食箱和饮料塔 种类五花八门 还能发现台日两国国旗 还蛮特别的 很用心 就国际化吧 就是又有台湾国旗又有日本国旗 就是友好的表现那样子 碰上中远节 日本驻台交流协会也入境随俗 除了准备一桌好菜 盛情款待路过的好兄弟 还放上一大叠日币和新台币的纸钱 甚至做出红蓝相间的台日友情口罩 希望天上地下一起度过疫情危机 日本的红色的街跟台湾的 一其实这样就合起来 然后落成一个人 我干脆就把那个我们的特色火照送给好兄弟们 然后就大家就我齐心反应 不少网友大赞看到满满的诚意 希望好兄弟台日疫情消散 不止台日友好 美国在台协会也很用心 AIT中原普渡准备满桌澎湃贡品 还摆上文言文助导文 甚至祭拜的啤酒也有巧思 这款限定啤酒是AIT为了庆祝美国国庆 特别到台湾啤酒厂定制 普渡打拜拜时也不忘放上 还准备用馒头做的素杉生 以及遵照传统仪式程序摆上空心菜水桶 让不少人都说准备比台湾人还要整事 中原普渡国与国之间互相融入交流的情谊 让不少台湾人很感动 三线新闻林云哲章 启云台北 采访不倒